一只二哈把智商拉满是什么样子 这只二哈才年仅伴随 普通的铁笼子就已经关不住他了 因为即使被关在笼子里 他也会刨个洞钻出来 冲到诺曼的跟前打乱他的训练 顺便带着他一路冲进河里喜香香 或者在诺曼将他关进木屋时 顺着木柜的边缘一路攀爬走上房梁 从烟管的小缝里钻出来 跑回主人的身边 气得主人直接把他送走 可他在新主人家里屁股还没做热 他又顺着窗户破窗一跳 再度跑回了原主人诺曼的身边 试图用他瘦小的身躯 引领诺曼的血敲队伍 于是诺曼把他放在犬队的尾巴上 看到他十分轻松 又把他放到队伍的中间 他还是非常待人 等到诺曼把他放到队伍的最前方 他将全身的能量爆发 引得诺曼叹为观止 他难以想象 这只二哈刚出生时 明明被他称之为种族的不幸 却能为他展现出前无骨狗的领袖气质 于是他为二哈取名多哥 陪伴他在雪路上 度过了整整十二年的日日夜夜 多年的相处 让诺曼与他已形同父子 路舍里 看着多多受伤的前脚 诺曼的内心无比心疼 可为了拯救世里的小孩 他们仅仅休息了一晚 就再次启程 为了节省时间 诺曼一路来到他穿行波 无数次的诺顿弯前 即使水面上的冰层 务实传来碎裂的声响 吓得他的狗子们路都走过 但他必须一往无情 在队时将这个狗力 拉开 让他越去 他的帽子质快 至于他命中的监纵 而会不会死在那群的监盘 多老童观看 但他会记得 在伦预的阁信 这事他内心 的话 那么宣算我们的名字 在他的嘴巴 里的嘴巴 Zemplar The Driver 暑力 Sally Molly Bang Togo TheGreatTogo 好在这次穿梭有惊无险 诺曼很快来到了下一间路舍 在整顿一晚后 他继续启程出发 但数天的高强度行进 让即使是有滤膜激素的诺曼也顶不住 在暴风雪强烈的摧残下 他在雪橇上光是站着就极其困难 任由多哥在前方 疯狂奔跑了一段时间后 一道声响从诺曼的身后响起 原来 虽然诺曼刚开始没听到呼唤 但他还是很快回了头 接到血清后踏上了返城之旅 路舍里 给他血清的雪橇手 称颂他的坚硬 在所有的雪橇队伍里 诺曼的队伍走的时间最长 并且挺住了暴风雪的清洗 就是多哥可能快挺不住了 诺曼听到这些有些生气 冲着男人放声大吼 他的内心始终坚信 他的多哥没有那么脆弱 又是一晚过后他们再次启程 来到熟悉的诺顿湾前 虽然湖面上碎裂的伏兵 让诺曼有些担心 但他必须向前迈力 路上 湖面上的兵层破裂的声响 比上一次要大得多 经验老道的诺曼也有点拿不准 只能不停地冲着多哥大叫 就像十年前诺曼第一次 带领多哥参加雪橇比赛一样 可等他们好不容易要抵达暗时 湖面的冰层却全部碎裂 开始远离湖岸 为了能回到岸上诺曼很快展开行动 他将雪橇里的铁钉固定在伏兵上 等到伏兵有了靠近的迹象 诺曼解开绳索 在湖岸的雪地里 诺曼看着多哥的身形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们也快速地来到了下一间路舍 又是仅仅休息了一晚 继续启程 而多哥因为长途跋涉 已经变得虚弱不堪 心疼他的诺曼想让他坐在雪橇上休息 可多哥身为雪橇犬头子哪里愿意 诺曼无可奈何只好让他继续带头 最后的困难也在向他们袭来